金志文爆料曾为绝匠当逃兵 云朵信任不渝 与金志文绝匠生死 答应云朵 我来帮你编曲 结果呢 参加好声音 重点就是见力望一 这个孩子 算是我们俩一起生的吧 你们俩生过孩子 这一般都是我自己生的 旁龙助阵爆料刀狼 应被甩 云朵进步成长快 云朵好像长大了呢 见面就一句话 问我现在忙啥呢 没有 刀狼老师在现场的时候 他的唱歌更加自信 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 他比刀狼唱得好 我觉得云朵把刀狼扔出去 云朵真的刀狼 云朵父母到场站台 回忆云朵成长历程 山然落赖 女儿那么小就要到外面去打工了 少女说叫我去消费吧 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 踏上那个学校了 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 有什么话要对自己的爸爸跟妈妈说呢 只想告诉他们 我想让他们日子过好一点点 云南卫视不怕火凉茶音乐现场特别奉献 云朵 倔强 首唱会 有这样一个女孩 她出生在一个美丽的地方 天地灵秀造就了她天籁一般 纯净高亢的嗓音 她就是枪族的精灵公主 云朵 时光流转 转瞬即逝 两年的时间 这个青涩的姑娘 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歌者 但是内心对音乐的追求不变 内心的那份纯净依然 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脸 不妖娆 却惹人爱脸 2013 云朵用内心的肺腑 唱出她深埋心底 柔弱外表下的内奋倔强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中 云朵的歌声 如同贴近心灵的好友 如同安抚烦躁的良药 云朵 好声音 一生相伴 1114 二十二十五 秦斛的好友 骂出身边 这就是Ц和çu的嗑 Tadchen 一生与地 suced 一生与帝 和声音 唉是用我的素 傻听你的 painted 錄去伯作 ANTE 你想不吝aux I N 一生与帅 救抑 krit 爱是你和我 用心交织的生活 爱是你和我 在温暖之中不变的承诺 爱是你的手 把我的伤头抚摸 爱是用我的心 抚平你的忧伤 这世界 你 我来了 人命放 谁我 这是你爱的成果 让我看到了阳光闪烁 爱是你爱的成果 我能感觉到她的抚摸 这个人生活 给我无心的河腾折磨 我还想 觉得幸福更多 我还想 觉得幸福更多 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好凉茶 中国好音乐由不怕火凉茶 冠名不出的云南卫视音乐现场 今天是我们的云朵 倔强全国首唱会 欢迎我们的云朵 大家好 欢迎刚刚跟她一起合唱 这么美丽高音的好嘞 欢迎 谢谢各位 谢谢 同时提醒大家 娃哈哈 奇力在这里 告诉各位 可以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 新浪官方微博 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由 胡帕火凉茶 提供的精美大礼包一份 这个开场 大家一看 其实是好雷跟云朵的一个合唱 我其实就在想了 因为好雷哥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是 给很多大牌的艺人都写过歌曲 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什么时间认识的 这个刀哥有个演唱会 就是巡回的演唱会 然后有一个明星的一个合唱团 然后我跟云朵说都是团员 对 然后是这样 我们在和声组认识的是这样 然后其实这首歌我们俩来讲 合作的 应该是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已经 你觉得云朵这么多年认识下来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我觉得云朵这个孩子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云朵 很单纯 很洁白 然后真的是给人在高高在上的感觉 因为她的声音特别空灵 我真特别喜欢听她的声音 没说声音是什么样的女生 太单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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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特别好骗是不是 没骗过 没骗过 不会 郝雷哥不是这样的 这次来到这边的郝雷哥 还准备了一份礼物是吧 是 这个礼物是我找了很久 找了一个复古的一个麦克 好可爱 复古的一个麦克 麦克 谢谢 好看 有几个寓意 首先麦呢就是要这张唱片要大麦 大麦 复古 复呢我觉得就英文的一个谐音 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张专辑真的是满满的包含着这个 云朵的这个创作的热情 这张专辑才有写歌 对 然后 非常地圆满 范俗 复古 复古 就是复古 复古 非常好的一张专辑 OK 你值得拥有 是的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郝雷 谢谢 谢谢你 辛苦了 谢谢 OK 咱们这个言归正传 今天来到你这个倔强的首唱会 发行了这个全新的专辑了 在我手上 跟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 这张专辑呢 准备了两年的时间 从第一张专辑云朵发行到现在 然后这个过程一直在准备这第二张专辑 然后也是非常用心地来做的一张 因为这个主打歌曲《倔强》 是我自己来完成的一首原创歌曲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我非常多 谢谢 其实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倔强 你自己亲自去写 它到底什么意思 有的人说是爱情 还有的人说是其他的意思 你到底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我当时的初衷其实有 最近有一些这个采访是什么 大家会问我说 这首歌的倔强 大家肯定是讲的一段爱情什么的 是 然后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倔强其实每个人都有 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人会有一些不经意见 那一秒钟或者几分钟的时候 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一种反省 或者自省 当时我离开家乡的时候 就是我妈送我在车站的时候 我非常倔强 非常坚定的 我看着我妈哭 然后我一点眼泪都不留的那种状态 然后就离开了家乡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倔强还可以就是说 城市里面 或者是现在年轻的很多人 都会谈恋爱什么 会失恋 也很多人 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然后就是因为父母不同意 或者是怎么样各种状况 都会非常坚决 非常坚定地倔强地在一起 各种意义在 希望大家能够在听这首倔强的时候 能够听出你自己内心的 那一份最真实的感受 既然这首歌包含了云朵 那么多的感受 让我们带了云朵 再一次把整首歌都教你一遍 尤其我们的云朵带来倔强 在里面唱歌 你收拾简单的期盼微锚 想要和你相偎相依慢慢变了 充满了幻想 长大后那些美好 曾经心中未来的你 已变成过往 我都想抓住你的手放 那一刻我们都倔强不原谅 本以为我们会回头我陪我 背对着流泪 怎么也学不会原谅 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倔强 说过的承诺也不再坚强 不再坚强不原谅 哭了疼了 灭露的醒来 虽然说得了笑着 曾经的未来已变成这样 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倔强 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倔强 说过的承诺也不再坚强 不再坚强不再坚强 哭了疼了 痛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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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痠痠 痛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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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痊疯 痠 苍梁 像远方 风中飘来的细雨 划过烈烟的脸颊 你还在等我吗 在孤单单的天涯 爱情已变成童话 没有了宁静的春夏 岁月像是凋谢的花 在茫茫人海里长大 温泉秋雨依然黑暗 依然让沉默代表回答 岁月像是凋谢的花 枯萎在茫茫人海里看 岁月依然让沉默代表回答 岁月像是凋谢的花 在茫茫人海里长大 望春秋雨依然黑暗 依然让沉默代表回答 岁月像是凋谢的花 岁月像是凋谢的花 枯萎在茫茫人海里看 岁月像是凋谢的花 岁月依然让沉默代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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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国好凉茶 中国好音乐 由不怕火凉茶冠名播出的 云南卫视音乐现场 今天是我们的云朵全国 巨匠受唱会 欢迎云朵 欢迎云朵 同时娃哈哈其力在这里 提醒各位 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 新浪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节目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 由不怕火凉茶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掌声欢迎 云中的花朵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实不光好雷哥 来到我们的现场 还有很多的其实好朋友 都送来了祝福 我们通过一段VCR了解一下 来 请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水雅 我是鱼刚 我是迪克牛仔 佛龙晨晴 曾银 知道云朵128新专辑了吧 替他感到高兴 祝你的新专辑打卖 我就在云朵发生了变化 孩子长大了 在以后的道路上 走得一帆风顺 衷心的希望 云朵能够坚持他的 原创梦想 在乐坛走得越来越顺利 加油 努力 一切顺利 加油 加油 真的 好多大牌在里面 包括 为什么我觉得 沈阳哥 那个说什么正经的事 都觉得特别想象 大家好 我小女儿 加油 而且发现没有全男性阵容 对 平时圈里的女生朋友 是相对来说少一点吗 还好 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些忙吧 可能是 我觉得还好 其实像云朵在台下 包括在台上 我觉得她给人的感觉 都特别地真实 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变化 比如对自己身边的好朋友 也是这样 今天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听说我们的云朵发片了 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这次她过来 是向我们的云朵道歉来的 来 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金志文有请 你好 小雯 你好 金志文 好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金志文 金志文今天来有一点心虚 听说你是来还债来的 对不对 是 怎么讲 那天云朵很兴奋地跟我讲 说那个小时候哥 我有一首歌 我清唱给刀哥听的时候 刀哥一句话都没说 就在坐在后排的车的座位上 在流眼泪 对 然后我就很好奇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对 然后 我就和他约了时间 然后去帮他听一下这首歌 然后整理整个倔强的这首歌 所以那会我就答应云朵 我说这首歌我来帮你编曲 对 然后 好 重点来了 对 结果呢 前面说了这么多 结果怎样 结果我就去参加好声音了 整个故事的重点就是见利忘音 我特别的愧疚 因为那个时候 云朵一直在等我 一直在等我比完赛 比完赛以后 又等我这个赛后的巡演结束了以后 最后的可能在前两三个月吧 然后过年的之前 前一点点 对 云朵说我实在是等不了了 因为这首歌他们是已经定了这张唱片的主打 对 然后发行的时间也都敲定好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现在觉得可惜 你是可惜没有制作上这首歌对不对 没错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孩子 算是我们俩一起生的吧 就是 等一下 你这个话题今天我跟你说完全是新闻的重点 没有 你俩生过孩子 君志文跟云朵生了一个共同的孩子 我们俩都去见 不是 我才反应过来 我们一般都是拿这个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倔强 对 拿倔强 拿作品 我们都称自己的作品为自己的孩子 那你孩子挺多 很多 很多人生过 没有 一般都是我自己生的 聊音乐部分 对 然后这个 我就是觉得一直很遗憾 对这首歌曲保有各种的愧疚 既然有这样的愧疚 我觉得作为老爷们 咱们今天也得接受点惩罚 是不是 惩罚 我们这个惩罚很简单 就是准备了一个锤子 完了之后呢 云朵 接下来 当然啊 这种使命你要交给我的话 我很有可能觉得说我们的志文抬着下去了 好 接下来是云朵惩罚时间 一 我觉得当时她让你等了多少天就打多少下吧 好吧 那今天就打不完了 今天打不完了 那打不完了 来 大家 三 二 一 这感觉 特别疼 疼在心里面 对 还是疼在对这首歌的愧疚 现在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的云朵 接下来这个音乐道路 希望她该怎么去走 云朵也是变得更强大了 变得更会唱歌了 但是我觉得从骨子里的爱音乐的这个态度 永远都不要变 我们都是一样的 一起加油 对 好 掌声送给我们的金志文 谢谢 谢谢 谢谢小文 云朵这次发片 无光说有这样的好哥哥来过来帮你 今天还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 这位来宾也是重量级的 掌声让我们有请 旁龙 有请 欢迎旁龙 好 谢谢给旁龙哥 大家打人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非常的简短有力 旁龙哥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认识云朵的 我不是跟老刀挺好 对 那你们其实没有太多私交 对不对 没有 我原来见面就一句话 黄老师好 就没话了 现在长大了 会说一些话呢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问我现在忙啥呢 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作为前辈来讲 看云朵这样子的歌手成长 是不是觉得心里挺高兴的 就有这样子的好声音 我觉得云朵唱得真挺好 就是我的想法 就是他要如果慢慢这么做的话 一定会有自己非常好的前途和成绩 今天特别引起 对 接下来 黄龙哥有没有就是 准备跟云朵有合作的机会 那得看老刀 老刀同意了才行 你不同意咋唱 不是 为什么这个刀狼老师没来 我们还得看他脸色呢 他不年龄大吗 所以得尽重老人是吗 尽重老人 所以 其实你这样子我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觉得云朵 没有刀狼老师在现场的时候 他的唱歌更加自信 更好一点 他比刀狼唱得好吗 我得问您一件事 必须得问 因为您跟刀狼老师是很好的私交的朋友 但是我们这次发布会在开始之后 我们就发现 刀狼老师不仅今天没有来 而且连VCR好像都没有在录 您能告诉我们 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 反正老刀最坚决的一件事 是什么 我就特别好玩 就有一次我去游泳 我看见有一个人在里面游 就脑子一直都不出来 然后有一个固在里面走 我根本不知道是他 然后我换完衣服了 然后我就往那里坐 我一看好像是他 我就站在岸边 我就等着他 他就过来了 过来又出来了 我说你这么游泳吗 就是他是完全在水里面拿个棍 从里面吸着那种油 他根本不锻炼身体 那是玩 对 那是潜泳嘛 对 潜泳 但是游泳池刚一米二 你起来啥呀 对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 我问你 我问他说道安老师 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呢 他不来就不来呗 没事 有这么多好朋友 然后他主要是从家 开他自己的演唱会呢 其实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刚刚有了解到 就道安老师非常希望云朵 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独立个性 然后有独立风格 包括他能够自己称完全场 那么一个歌手 对 就是锻炼他 应该以后这么来称呼云朵 就是云朵 就是把刀狼扔出去 知道吧 然后呢 这句话又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云朵真的刀狼 对 就是因为什么时候 学生能走出老师这个 对 呵护这个翅膀之外的时候 才算最好的时候 我觉得老刀不来是对的 但是云朵的音乐 还是要刀狼来帮忙 当然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王龙哥 谢谢 聊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要听了 好听的歌曲了 欢迎我们的云朵 谢谢 唱完沙漠街 那一根曲线 风间披风为你遇寒 是否有了 用冬天的词 导演到你 余露得我 有冬天的词 在你身上 这一根音乐 要是否有冬天的词 六月的词 我可听了 全面的词 都要是否有冬天的词 和你身上 你身上 也要是否有冬天的感觉 用丝绸去软子你的肌腹 我就在那个怀抱里成绵 你总是随手把银盖插在太阳上面 弯道光芒碰散着你长发的波澜 我吻着纷纷把声就无限远 只为看清你的容颜 你总不小心把银益靠在月亮上面 我吻着纷纷把声就无限远 只为看清你的容颜 我吻着纷纷把声就无限远 只为看清你的容颜 我写纷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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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 但你却是我的路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国好凉茶 中国好音乐 由不怕火凉茶 冠名播出的云南卫视音乐现场 今天是我们的云朵全国 倔强受唱会 欢迎云朵 欢迎云朵 同时 娃哈哈琪丽在这里提醒各位 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 新浪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由不怕火凉茶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掌声 欢迎云中的花朵 大家好 说到云朵 其实我相信云朵 现在最感谢的人 不光有他的老师 应该还有你的父母才对 对不对 对 这次发了全新的专辑 爸爸妈妈也来了 对 来 掌声让我们欢迎 我们云朵的爸爸妈妈 欢迎云爸云妈 这边应该是男羌族的女主同志 对 来 二位中间 观众们好 大家听懂了吗 观众们好 阿姨 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刚刚叔叔已经打招呼了 说大家好 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可能阿姨不太 妈妈 妈妈还不够 我问一下 那个叔叔阿姨 你们一个人回答我 云朵当年小时候 在这个寨子里 是不是整个寨子最好看的小姑娘 一般 一般 所以最好看的是她的妹妹 对不对 叔叔 谦虚了 谦虚 对 但是我觉得叔叔阿姨 非常的朴实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云朵有一点点愧疚的是 她陪在爸妈妈身边 实在是太少了 是 还记得比如说自己在家的时候 平时你们就是在工作 或者说在田间 就能听到妈妈的那个唱歌的声音 或者大家在节庆的时候 也能听到很多人 唱起那非常欢快的歌声 还在你脑海当中有 有 就像那个 我就记得小时候 我们去山上给经纪家 搁那个麦子的时候 就是我妈她们就唱歌一排 因为一摩地一摩地之间横着过去 又一边搁着 麦子一边就唱那种歌 那今天能不能让妈妈 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听一听这个家族遗传 听一听妈妈平时在这个 比如丰收的时候 唱的歌是什么样的歌 好想听 好啊 好不好 我们就有请这样吧 云朵跟自己的妈妈 一起来合唱这个祝酒歌 好不好 好好来听一下 哇 还回声啊 谢谢 我是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就感觉她们那个身体里面 五脏六腑都是通的 对不对 能从胃直接到肺 能从肺直接到肾 能从肾直接回到心脏 就感觉那个气是通的 爸爸你觉得 那个阿姨唱得好不好 唱没话 那你挨不挨她 挨 挨 既然要 你看笑开了花 既然爱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有所行动才可以 要不要抱一下自己的爱人 我特别想问一下朵朵 你们家会用拥抱来表达 就是家庭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吗 从来没有 那就一定要看好不好 对 朱朱 你没有抱过阿姨对不对 拥抱过 对 那今天要不要给她一个爱的抱抱咯 对 你倒是一点都不羞涩 来 好 那就靠你了 靠你 好了 其实两个人可以看到 我们的叔叔跟阿姨特别朴实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有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结晶 就是我们的云朵 云朵今天的成绩 相信其实二位都非常的骄傲 觉得女儿能够在这样的大城市 去打拼 而且能发专辑 能上电视 能够有这么多的人去喜欢 这是自己家庭的一种骄傲 对不对 叔叔 对 包括说我们这次的云朵 发了这张专辑 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说 有了这样的成绩 可能这个背后 会有很多的心酸的故事 包括说像你刚才十四岁的时候 就刚踏出家门 去到外面去打拼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心里 是怎么想的 女儿那么小 就要到外面去打工了 因为我们坐在这个大城里 这个环境和条件都不行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孩子 有三个就负担中 大女儿就替我们父母就是担忧 上学交不起学费 大女儿就退学 他就要求他去打工 给我们家里面承担一份责任 爸爸说十四岁的时候 你要出去打工 你要出学 是因为说可能家里当时 真的是经济比较困难 你要担负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你要出去打工 你当时有过其实不甘心 就是当时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因为太小 我真的就是 我记得在我家门口的时候 站着那个 就是望着学校 我就觉得好像 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 踏上那个学校了 那种心情 好像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家里面我妹妹弟弟 真的是还是需要去学习 然后 就 还好吧 因为那个时候 我爸妈妈妈也实在没办法 给我当时 因为 我家里面条件确实不好 然后就给我的这个 鸡毛钱就塞着说 别让我上去 我说全部村里面的阿姨 就是干活的时候路过我们家 说我在那儿大哭 说为啥 然后阿姨们就劝我妈妈妈们 说让她去上吧 但是实在 我父母亲真的就没有办法 然后我也就 非常 内心的那一股 可能就是倔强吧 就是 紧紧地拿着几块 就是五毛钱吧 好像两块钱 就塞在那里 我就自己一个人抱着大腿 在我们家门口 躲对面 我们村里面对面 就是那一座学校 望着 可能我会幻想很多 我就觉得好像 我这一辈子 我不能踏上那个学校了 那我只有出去打工 但是我妈送我的时候 我爸妈妈妈 我爸不爱表达 因为她特别内向 所有都是记在心里面 那个时候 我拿着一包小小的行李 我那个时候手机没有 任何联系方式也没有 我妈也是 近几年才去过成都 就是从小就没有去过成都 然后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我妈就那时候 送我在车站的时候 真的就是已经 碰到就不行 扶着墙壁抹眼泪 那时候我真的一滴眼泪都没有 不知道 可能就是小时候太不懂事了 就是不太理解妈妈内心的那种 我就是小时候觉得 你们不让我上学了 那我就要出气吗 但现在长大了之后 就非常能理解 其实刚才听你讲完 14岁的时候 当时辍学去打工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对家里对爸爸妈妈有一些不满 不理解 有一些耍脾气 到外面去打拼了 包括遇到了很多的老师 又进入到了演艺的行业 做了歌手 八九年 其实我相信在大城市 每一年的那个成长 对于你来说 其实是非常迅猛的 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 有什么话要对自己的 爸爸跟妈妈说呢 我很少有时间陪我爸爸妈妈 因为我妈妈身体非常不好 小时候家里条件非常太穷了 我这样坚持出来 我就只想告诉他们 我想让他们日子过好一点点 然后能够多去走一些地方看看 对 其实 其实我觉得云朵 她的内心是也非常的 应该说非常的单纯 而且呢 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都会写下来 有的时候很简单就发到微博上 其实有一番话是通过微博写给她的爸爸妈妈的 云朵在微博上写了给父母的这样一段话 她说 接近十年了 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有一份倔强和孤独 假装坚强的精神 在外 从不被家人干扰地闯荡 一个人在很多陌生的地方 走过 慢慢开始 把陌生的地方当作自己的家 谢谢爸爸妈妈给我这么多的自由 让我翱翔在天的任何一方 一直都渴望 只要我走过待过的地方 父母都能来走一步 我特别能理解云朵的那个心里的情感 就从小出来闯荡的小孩 总是害怕牵挂着 其实他牵挂家里 又害怕牵挂家里 让自己在外面闯荡的那个心软了下来 所以其实之前你一定会对父母有一点愧疚 就是说我不够爱他们 不够孝顺 我对他们不够好 但是妈妈今天在这里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话刚刚都已经讲了 我们用一个最直接的肢体的语言 告诉爸爸妈妈 你以后去到哪儿 你都像一个老鹰一样 载负着全家一起翱翔 你能做到吗 用一个最简单的肢体语言 时光流转 转瞬即逝 两年的时间 云朵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歌者 内心的那份纯净依然 如同出于泥而不染的白脸 不妖娆却热人爱怜 风似手在轻轻划过 满高与河的 长则是情怀融融 战不成眉间的锁 没人来过 我飘在了风里 飘进了风雨 谈这样心虚悠悠的黄昏 雨排中 你沉沉沉睡海深浪 瑟瑟风中的人 一步步迎天涯 树远无黄昏 谁会在意 我浪漆在这里 我流放在这里 醉恨这秋夜悲凉 草荒风无语 那一瓶悠悠的蝴蝶 在重重叠叠 似残风铺满隔壁 我简单与我忘记你 你成为为父 住岁月的叹息 谁在叹息里 自知自离 将万里出事 福以天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云朵来到了音乐现场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 这个环节会来两位神仙 一位神仙仙姑已经在笑了 一位是音乐女神Natasha 她是我的王像 谁啥 Natasha 啥 Natasha 另外一个就是我了 顺丰尔《尼巴拉古大师》 我觉得云朵可能很期待 就说我唱完歌了 我好想走 但是这个故事到底是如何的 请牵着我们的手 来 那边牵着方 有没有变身了对不对 对 来 一 二 三 走了 2013年 由于人间百姓生活安乐 诸神无需为人间事物烦恼 乐得逍遥自在 于是互相起了一股 提高自身音乐素质 布局一格选拔音乐人才的风潮 今日一年一度的神仙大会日期将近 沙利瓦大师和波斯女神受大神之命 下届为2013届神仙大会 挑选人间号声音 以此为神仙大会增灰声色 锦上添花 那啥 你自己啥 Natasha 你太美了 沙利瓦大师 怎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这么矮 我已经垫了人间所用的增高垫 那你觉得这么多年 我有没有变幻 正是因为有了Natasha 你才让世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真的吗 你的美丽主要以理解为主 欣赏为辅 难道是我来人间时间太短了 我已经不懂你们在说什么话了 人间只说一个字 丑 丑是什么 就是丑 我不明白 你无需明白 那样会伤自尊的 这样子好了 因为我已经不在乎美丑这件事 是的 在你们心中我是女神 所以今天我要做一件女神 该做的事情我要寻找 是什么事情 好声音 我帮您听一听 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倔强 究竟是什么 让许诺变得荒谈 还来不及说一句 我爱你 曾经的未来 已变得苍凉 您觉得这个好声音怎么样 刚才我点了扬声器 我觉得这首歌似曾相识 我想起了我的千千老公太白金星 他让我看到了星星的感觉 我喜欢他 那我就帮您把他请到这边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 谢谢 让他来感受一下咱们仙剑 看看他是不是您所要找的好声音 这个在空中有可能有台风 你要适应 好了 咱到站了 这就是《神仙剑》 要跟你解释一下 我是非常帅气的沙利瓦大师 我是她爱恋的女生 那她傻 她是我的老板 也是我的老板 我只是她的员工 我负责听声音 我觉得您的声音非常的美妙 那接下来我们的老板要面试一下你 作为对音乐非常敏感的女生 我对声音的要求很高 可不可以拿出你真实的实力 人间的姑娘 这好好听哦 这是一首什么歌 这是一首哈萨克的名字 哈萨克是个什么东西 我来帮你解释一下 什么哈萨克老板 就是中亚的一个国家 中亚又是哪里 中亚是属于地球上的一个地方 地球是什么玩意儿 地球就是我们脚下的玩意儿 OK 没关系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在乎 姑娘 再来一首 李山有位姑娘 悄悄悄那大 她的两颗眼睛 水啊水汪汪 乌溜溜的头发 披肩膀 一把热情像太阳 李山有位姑娘 悄悄悄那大 唱情的一个情歌 多亚多亮亮 尖叫露的头发披肩膀 一把热情像太阳 嘿 巴扎嘿 我怎么觉得这个结尾有点怪 巴扎嘿 这是哪里的歌 也是地球上的一个地方的歌 OK 关于地球的话题 我们就不讨论了 这个歌我喜欢 小丽娃 来吧 小丽娃 你跟她熟不熟 不熟啊 第一次见一下老板 我特别喜欢她的声音 我相信田厅所有的声声 都希望她去唱歌 你有没有办法把她搞定 这样 沙里娃 如果你能成功地把她留下来 成为我们田厅的歌者 我 下个五百年就是你的老婆 你先走吧 那也不错了 慢点走 你再考虑考虑 好 我考虑老板 我考虑 我觉得这个姑娘不错 如果你跟她在一起 能够把她留下来 她的护肌就会进入到田界 还可以在田界卖两房一厅 我觉得 用这个来诱惑她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她 巴巴巴巴的户口 也搬来田界 去吧 沙里娃 来吧 说到在我们神仙界 有几点是特别棒的 第一个 福利好 第二个 房子住得大 第三个 想去哪去哪 第四个 还有我这么精壮的小伙 你想留下来吗 考虑看看 我们天接 我们天接也是一夫一妻之 老师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剧情是需要你留下来的 我回去可以考虑一下吗 你还要回去 你别回去了吧 回去很远 我不想留在田界 那要怎么样 我看不到我的爸爸妈妈 这样 你要怎么样才能留在田界 要求金官听 我要你们到人间 人间 我不去人间 我去人间 我去人间 我只要去 我 你要去什么 你知道 我当深宴之前 我是山洞人 回人间 我得回山洞种菜 我现在已经很多年不会种菜了 我没法活儿姑娘 你想想看 来咱们田界吧 行不行啊 我跟你说了 你不来也得来 我跟你讲 好吧 那我就去 这样就来了 你说你留下来了是吗 对 太简单了 早知道我去妈就好了 真的是 没想到你这个山洞的方言 能感染他 我跟你说 你早说嘛 以后你就在神仙界说什么 说什么这个 什么到哪里去 你就是 不好意思 你说去哪 你要说山洞话 就说山洞那就可以了 山洞话 我是山洞话 我还是 你最后说山洞话 跟我们来个结束 这个剧就延完了好不好 好吧 既然人间有这样的好声音 到了咱们田界 我觉得 我会代表羽黄大帝 好好照顾这个好声音 最后一天 我们会到人间 来开巡回演唱会 大家一定要支持云光 行不行 好 接下来 山洞话 我们一起牵着这姑娘的手 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田界 而且我跟你说 我们带着你耳环不睹扯 走吧 来 我们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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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trip 走 三月三 都等着又一年 白白头 红马边 总是那么艳 歌阵在山边 把你看不见 梅落在山间 泪水满脸 歌阵在山边 把你看不见 梅落在山间 泪水满脸 谢谢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不怕火凉茶》冠名播出的 云南卫视音乐现场 我们本期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有什么再跟大家分享的 要分享一下我的新专辑跟大家 然后是这首倔强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云朵 谢谢 但在这边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收看《中国好凉茶》 《中国好音乐》 欢迎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最有机会获得 用《不怕火凉茶》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 掌声送给我们的云朵 还有我们后面的乐手们 谢谢你们 谢谢 也谢谢我们的观众 拜拜 下周末见